大家好,歡迎來到FWC財子通訊社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,金字小姐 今天我會跟大家說一下對匯豐銀行下半年的展望 匯豐是不少好色之圖的售算 而好色的顏色不是顏色的顏色,而是理色的顏色 好色之圖就是貪匯豐會穩定地派息 而匯豐還是退友人士一直以來的收息好選擇 匯豐銀行由1865年在香港開業至今超過150年歷史 作為香港經典又重磅的籃籌股來說 匯豐的派息非常穩定 不過自2020年起,匯豐就令到一眾支持者大失所望 因為2020年的新官發言在那一年的2月 匯豐發表的2019年業績報告是不及市場預期的 股東應佔日利,按年大跌53% 所以匯豐的股價連日下挫 由年初的60元一直跌至3月的45元水平 而令投資者最失望的事發生於2020年的4月1日 匯豐公布接獲英倫銀行要求暫停派息 宣布取消派發2019年第四次的股息 當這個消息一出,匯豐股價再次大跌 而不利的消息一浪接一浪 9月,匯豐陷入了細刻錢的醜聞 以及又傳備連入中國內地的不可靠實體清單 股價一度低見27.5元 而經歷過股價從高位大跌之後 不少散戶對匯豐都心有如貴 那未來,匯豐還可否成為香港人的收息之選呢? 還是投資者現在應該要如意情別戀呢? 等今次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在現時債息上升,股市下跌 財富業務銷售疲弱的環境下 匯豐面臨著一個很大的挑戰 相信業績對投資者來說,難以會有驚喜 下半年也難以會有新的突破 不過,投資者也不需要太擔心 雖然,匯豐暫停一次派息是令投資者卻步的 不過,匯豐就像一隻大笨象一樣 長遠來說,都是穩如泰山的 未來穩定地派息,也是匯豐的方針 今次認為,投資者不需要太擔心 相信匯豐可以維持派息比率 而在股價下跌的情況下 股息率更加有望高於8% 依然遠高於其他一般的4% 好了,今次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見,拜拜! 此影片內容由星星財經指標特約贊助